哈喽大家好,这里是玛丽欧陪你喝一杯,我是玛丽欧 1,2,1,2,3 COVID-19发生到现在,大家的生活多多少少面临了一些改变 如果是站在第一线抗疫的医护人员 面临的检疫和照护确诊病患更是辛苦 其中,急诊室是个很常面临生理死别的环境 当有重大急诊病患出现的时候 得在第一时间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那COVID-19爆发后的医疗,有发生什么样的改变吗? 这一集我们邀请的是急诊科迈入第四年的住院医师 胖鸟医师 他在今年7月时候出版了一本书 书名叫做《这里没有英雄》 急诊室医师的COVID-19一线战绩 记录了台湾在这次本土疫情爆发的几个月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在高压的疫情环境之下 如何共同抗疫 医护人员也是人,也会有情绪 会害怕,会崩溃,会哭泣 但也会一样期盼着疫情消散的一天 也会依着自己救人的天性 极力招呼确诊的病患 胖鸟医师说 这本书其实写得很快 一开始收到主编的邀约之后 其实没有多久就完稿了 虽然书看起来有点像是日记的形式 但其实他并没有特别写日记的习惯 而是回头透过一些方法去检视和回顾当下的情况 而他也说这几个月是他当急诊医师以来成长最快的一段时间 另外他也跟我们分享了这本书 他得到正面和负面的回馈有哪些 以及担任急诊医师以来 第一次和最近一次面对病人在眼前离去的震撼 让我们一起来欢迎胖鸟医师 好我们今天要谈的是一本书 这个这里没有英雄 急诊室医师的COVID-19一线战绩 但我后来看一看之后 我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其实它是蛮近期的 就是你近期才开始写的内容 主要的内容 第一章的部分是去年的一月刚开始的时候写的 然后其他的部分是 这个今年本土爆发的时候补完的 对 所以去年的时候为什么想要开始写 然后今年为什么又就是写这些东西 然后最后又集结层书呢 应该是说就是情感积累爆发的状况 那个时候一月的时候我就觉得 碰到很多事情吧 就是去年一月的时候 因为新措施开始 那时候完全是手足无措的状况 谁都没有碰过 然后又碰到 因为新的措施我们医生都不熟了 何况是民众 那民众也会给很多反弹啊 给很多压力啊 然后我们自己压力也很大 然后要穿那个衣服 防护医 然后那时候根本没有什么疫苗 那时候真的是被积累到一个压力点 然后爆发出来 不知道往哪边宣泄 你又不能骂病人 对 你又不能就是做一些很极端的事情 所以就把它画为文字 把它写出来 一月那个时候是这个样子 后来慢慢习惯了 然后中间也忙 所以中间就没有写 后来就是到了本土疫情爆发那段时间 那段时间真的是 也是同样的状况 就是无可忍耐 然后你就觉得说 你需要有人听到 我这个团队 我们就是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真的是 想留下记录 也想要给自己一个出口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后来就是出版社的主编 一路扶持我这个黄主编 他就是看到了这篇文章 问我说 有没有更多想说的话 那我就说有 然后这本书就出生了 前后大概花了三天就写出来了吧 你说三天整本吗 三天整本 对主编其实也没有很意外 他说我看到的时候就知道 你应该是快要受不了了 有很多话要说 对所以我就很快把它写出来 主编也非常厉害 一个月就较高编辑什么的 然后就推出来了 然后就搭上了这个 应该是说时事吧 然后就让大家知道我们一线的状况 不过我很高兴就是 出书出版的那一个时候 已经慢慢的待档了 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再起来 所以你那时候在写 你说三天 可是他其实有一些时间的过程 所以你是等于是回头把那个时候的记录 再重新梳理一次吗 对因为我本身有留病例号的习惯 因为急诊他有一个特色 就是你看见的病人 不会再看见他第二次 对所以我有时候会把 比较印象深刻的案例给留下来 要回头去找这些事情并不是这么困难 对 所以你有写日记的习惯吗 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我比较有遗忘的习惯 因为不遗忘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 但后来这个书出了之后 好像在联合文学上面有一个月的 就是7月1号到7月30号 然后想要用每天的方式 写信给周围的团队还是什么之类的 这个算是一个联合文学的宣传吧 企划的一部分 其实我本人是不写日记的 现在又开始了 现在我有就是想要继续延续创作 所以我开一个小小的创作的粉丝团 不叫粉丝团啦 应该是创作的分享的原地在脸书上 然后也是每一天写 但是那些写的就会比较是私人化的 不会是像是想要呼吁民众 这么沉重的东西 比较像是每一天见到的这个世界的改变吧 不会是指现在疫情 但是你三天写完的东西 它横跨了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 你有办法去把那个时候当下的感觉 或者是想法再抓回来吗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书写的事件 都是对我来说非常大的事件 那个震撼跟强烈感 就相当于地震的那种感觉 你很难去遗忘一次地震 很难去遗忘一次灾难 所以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感情是没有失真的 但是也许细节有一些出入 但是我觉得我有写出我 那个时候当下的感觉 还有我真正想要告诉大家的东西吧 所以那时候一开始第一篇 就是被主编看到那一篇 那算第二篇 内容在讲什么 第二篇的内容应该是在讲 就是最困苦的那个时候 就是人力资源都不够的时候 然后重症的病人最多的那个时候 然后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送走了很多病人 大半都是在讲死亡 我印象中 那大家都 并不是很能适应这样子 忽然一个人 crush的 我们会说crush的很快 就是死亡的 在你面前死亡的很快 而你措手不及的时候 我想第二篇最多应该是在写那个时候 那最后面就写到说 可能还是有一点点希望 我们可以慢慢的走 我觉得那一篇 因为被主编看到的是那一篇 OK 对 所以这样子到目前为止 你的想法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就是从开始记录 包含了五月的时候 一个比较震撼的过程 到现在 我们现在录音的时候已经十月了嘛 那整个本土的疫情 算是控制得还不错 那你自己的这样子 几个月下来的感觉跟观察是什么呢 您说对于这一段疫情 还是对于就是整个台湾的社会 还是对于我个人的成长 这么大 我觉得其实可以先从个人开始讲起 就是 我觉得我个人在这一段时间成熟的很快 因为就是我们会说 像是在战场上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真的就是画了一个战场出来 那那个战场就是你一个人要单兵作战 然后其他的上班 我们本来人力就有点不够 然后其他上班的医生 本来是我们可能有三个医生 一起上白班 那我们进来的病人 不管轻的重的 我们就是分着看 然后如果不会的话 或是你这个病人 你真的处理不过来 我作为一个还在学习的住院医师 我就是直接是跟主治医师做这个求救 那可是现在不是 现在是可能只有一个人 就是你 你就是资深的住院医师 你就是出去坐在战场外面 外面千军万马来 都是你一个人要负责 那其他人就是留在留守在你的后线 然后可能就是有随时要待命说下一个来 如果是高感染的病人 就马上要进就是这个隔离室去做处理 所以就变成是你一个人在面对所有的事情 那你就会发现说当你一个人处理的时候 跟你知道你后面有人造成你 你要处理的时候 这个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不管是像是暴力冲突啊 或者是突然病人在你面前死去 你要做一些急救 都是你自己 其实你知道你自己可以 可是那种心理就是彷徨啊 还有那种茫然感 那个是就是这一阵子 慢慢你需要克服的一件事情 对 从我个人来说 我觉得这五个月 真的是我成长最快的时候 因为我们四年的训练过程 我今年第四年 要是从第一年训练过程就是这样 我现在大约是神医了吧 所以你觉得心态上在这个过程 如果给你去回想这五个月的时间的话 有没有哪些时间点是你觉得 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是蛮重要关键的一个转折 就是真正去一个人当领导者 就是我们会说leader 团队的leader 那以前我可能就是leader是组织医师 或leader是比你自身的住院医师 然后你去辅佐他 然后现在不是 就是当你是一个leader 你完整的救活一个病人的时候 就是病人从无到有的时候 或病人从非常不稳定到稳定的时候 这其实就是急诊医师最基本 最简单的快乐 讲到这边我其实有点好奇 想问主持人对急诊的印象是什么样子 跳一下主持人 不然都是我在说话 我要喝酒 这就是这个节目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我都不用讲话这样子 急诊 我觉得我对于急诊 大部分印象当然就是来自于那些影视作品里面 因为我其实我很幸运 就我不用太长 太棒了太棒了 从来没去过 当然有啦 但就是不太需要 陪朋友去的这样 对对对 去看看这样子 但是我自己不用有这个机会这样子 当然最好不要有 但我大概知道 包含了我的 我很多同学都念医 然后那他们当然也有人在急诊室 待了好几年 然后我有听过他们很累 然后很疲惫的各种各样的故事这样子 对 但那个就是对我来说就是 我不可能亲身参与 我也甚至连旁边观察都没有 对 所以我都会听包含了你啊 或者其他的这些故事 我只能去靠这样的方法去理解而已 那您会觉得急诊是一个 可以不要您吗 对 好那玛丽欧先生这样可以吗 可以可以 所以觉得急诊感觉起来会是一个很杂乱 或是很没有秩序的地方吗 在外部的想象 想象中的确是那种感觉 当然就是从去年开始到现在 基本上我几乎没有理由去医院这样子 就不用特别进去 啊我想起来了 其实有 是去 是去年 有一次刚好是我们同学打球的时候受伤 然后刚好是周末嘛 所以没有门诊 然后就是把他送急诊这样子 对对对 有有有 想起来这是应该最近的一次 所以会觉得急诊 就是因为很多人 第一的反应就是 诶 急诊是一个专科 急诊就很 我觉得他就是 在当下没有地方可以去 然后大家就是送到那个地方 所以会有感觉说 急诊好像不是一个专科吗 就是听到说 不会啊不是因为我的我的同学都有念 所以这个不准的我当然知道他是一个专科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就变成说我觉得那时候我们去急诊的时候他 因为他其实也没有到那种生死交关 所以我们就是大家都是非常的镇定的在那边等候这样子 然后也不会有那种太多悄悄闹闹的画面这样子 但我可以感受到大家都会有那时候压力 可是我觉得那时候还好 那时候还算是一个悠闲的假日午后这样子 就是 应该不会觉得我们很没耐心吧 如果我的同业给你一种没耐心的感觉 不会啦而且我毕竟我的就是我同学在那边待过十年的 我知道那种那种感觉大概会是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很尽力了这样子 好的谢谢 谢谢主持人 你觉得你的耐心程度有增加吗 我的耐心程度不得不增加 对 但你觉得你是一个没耐心的人吗 我在进去以前是一个蛮没耐心的人 我会觉得我常常会觉得啊这都来急诊之类的 可是有的时候譬如说 尤其是因为我们医院的急诊训练是比较严格的 我们是什么科都看 包括儿科有的医院是不看的 那儿科 尤其什么叫什么科都看的医院 就是内外儿妇我们都看 那有的大的医院是会把儿戟这一块分出去 或者是把外戟这一块分出去 就独立出来 所以急诊就会有不同的 对 但是我们的就是每一个诊间的医室都是急诊 我们的急诊是要求每一个急的 急而急腹 急内急外都要回看 那儿科这个是我第一个要突破的东西 因为他们又不会讲话 然后就觉得很像在养小动物 然后你就会觉得 啊就刚发烧为什么要来 那其实你久了之后 你就会就是久了之后 这个傲慢的状况就会被 我觉得很厌恶自己一开始这么傲慢的 因为这些病人都是你第一次看到他 那家人是朝夕相处的 那家人觉得他怪怪的 他就真的是怪怪的 所以后来就比较会收敛自己的脾气 当一个有耐心的人嘛 对 那你为什么会想要选急诊呢 如果你那时候这样想的 因为我觉得急诊是一个非常有 一开始啦 一开始觉得是一个非常 应该会有非常有成就感的地方 就天天都打打杀杀 然后病人可能哼着进去 就觉得自己很可能会比较习惯这样的环境 而不是去慢慢的 呃看他一天一天的是不是会好 有的时候像您刚刚提到说 这个同事朋友说受伤 那可能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是 是不是有断掉 会要做什么处理等等 我喜欢这种 马上就知道解答的谜题的感觉 对 但是后来当然进来发现 多数时候不是这么一回事 你还是会需要一些 侦查以及推理的过程 嗯 但会不会有那种很大的 就是你刚刚讲的都很快嘛 就是有些结果 不管是好的结果或坏的结果 但当这种不好结果这么快的 的遇到的时候 会有很大的冲击吗 非常会 到现在都还是会 就是会 问心无愧 但是心里还是过不去吧 嗯 第一次是什么时候 第一次已经很久了 第一次 我讲第一次跟最后一次 好了 都是故事 第一次应该就是 一位计程车司机 然后那个时候 外面的救难队 就是急救的弟兄 急救救护员 就会先打电话 来跟我们讲说 他是一个重大创伤 那我们就要先做好 比较充足的准备 这样 所以也非常谢谢 救护员弟兄 那他们广播说 重大创伤 病人没有意识 然后我们就很紧张啊 准备的 该准备的 什么烤灯啊 插管用具啊 全部都推好了 那时候病人就侃侃而谈 心神非常的好 然后就跟我说 我也不知道 怎么撞车的之类的 然后你就松了一口气嘛 因为他刚广播 没意识 现在是有意识的 显然病人是变好的 你就觉得 你可以慢慢来 然后就帮他 打点滴 帮他抽血 然后帮他扫超音波 然后扫超音波的时候 就觉得 有的地方 好像有点怪怪的 但是没有到 影响到生命真相的程度 然后他好像可以 等一下 我们说电脑断层 看一下到底哪里出问题 结果在等待的过程 不到十分钟 我就听到那个 我永远都记得 那个心跳 monitor的声音 因为他会发出声音 就是要警告你 就从 滴滴滴滴滴滴滴 这种很轻快的 这种 正常的心跳的声音 人的心跳 50到100正常 突然变成 滴 滴 就是很慢很慢 你冲过去叫病人 就没有意识了 这应该就是我手中 失去最快的病人 20分钟 然后这个时候 在超音波 再放上去一扫 就发现 刚刚也觉得 怪怪的那个地方 其实是 血管正在慢慢变大 一开始我第一次扫的时候 血管是正常的大小 现在已经膨大到不行了 那它其实就是一个 主动脉的玻璃 那它有短暂的一个 清明期 可是我却没有抓住 虽然说抓住了 也不一定会有什么改变 但是 那个病人就在我的面前 20分钟 从精神很好看看而谈 到连电脑 断层的桌都来不及上 就死在我的面前 那家人也还没敢来 这是第一次 这是在我刚入行的 第二个月 对 那最近的一次是 这个病人 就是 本身他心脏 就是有一些问题的 他是半膜狭窄的 如果这个病人的 家属在听到 我觉得是 我有稍微修改 但是 如果是你们听到的话 我真的是说 其实就真的还蛮抱歉的 就是 来的时候 其实我没有注意到 说他的病史有这一块 那所以 我就先帮他搭做 他那时候来是发烧 然后有点喘 我把他挡普通的 败血症来治疗 那个时候就是已经很小心了 给水了 给抗生素了 什么都给了 就是一样在等电脑断层 可是有些病啊 就是尤其是心脏 你本来就是有一些 隐疾的人 是会猝死的 就是 没有办法避免 就是像我说的 我问心无愧 但是 我没有先警告家属说 他现在这个 有点败血症的状况 可能会让他的 这个心脏状况忽然 加重 可能下一秒就死掉 我没有讲到这件事 所以导致家属毫无准备 这个死亡没有办法避免 对 但是 就是 那个病人也是在我面前 忽然就听到 护理师大喊一声 病人没有心跳了 对 那就像我刚刚说的 因为现在是战争时期 外面只有我一个人 我立刻就冲出去 然后开始 大家就开始压胸啊 就像电视剧里面看到那样 但是远远不是像电视剧 看到这么干净 是到处在喷血 到处在喷体液 然后 现场一片凌乱 导线四处乱丢 然后什么管子都插 那急救的过程是非常标准的 但是家属放不下 因为家属 不知道 为什么会猝死 我一开始进来的时候 也没有注意到 他可能会猝死 所以我没有给病人很好的 家属很好的心理准备 那时候就碰到一个道德困境 就是 其实我们急救就是 急救的概念啦 我们说概念就是 定就是30分钟 那这个30分钟 就是如果你急救 一直没有成效 病人的心跳一直没有回来 就算你做了一切的努力 做了一切标准的措施 你的病人 还是没有在你的压胸插管 电脊之下回来 那30分钟 你就应该要放手 因为再救回来 可能也是增加负担 增加家属的负担 然后他可能永远也不会醒 愈后可能也很差 可是那个那一天 在场的是大哥吧 然后跟小妹吧 中间就还有很多家人 没有通知到 他们就一直拜托我说 医生你再救一下 医生你再救一下 我的二哥还没来 我的三哥还没来 那这个时候 其实阿嬷已经受尽了折磨 看到他的胸口心脏 那个位置都被压出了 一个紫红色的印记 然后抽出来的 就是因为一直压 你肋骨就一直断 然后他就一直吃进肺脏 所以抽出来的那个 从那个插管的管子里面 抽出来的都已经是血 那你就看着那个血 从红色的变成黑色的 最后变成血块 你就知道阿嬷已经受尽折磨 哪里都不能去 然后你也知道已经没救了 那当然家属没有办法放手 我也不能停 因为我知道我停了 可能他们接下来可能会告我 还是小事 那他们可能会永远就是遗憾说 阿嬷可能就是 就是没有见到 然后觉得自己很不孝 没有注意到阿嬷这几天来的事情 那所以他们就一直求一直求 那我也只好联络 那个楼上的后线学长 心外心内医师说 可不可以装个叶克膜 再让他撑一下 那他们就跟我讲说 你何必呢 你明明就知道病人育后不好 你为什么要让他受这种苦 可是他们还是都有下来 帮我跟家属解释 后来就 就是看着阿嬷就从 真的是变得面目全非 然后 家属还是没有办法放手 我就 那个时候是第一次 这么强烈的无助 因为里面的人也不知道他的情况 他们也没办法帮我解决 那你手下就是跟着你的团队 就是一群护理师跟专科护理师 他们也没有权利决定什么 就只有你一个人 那你那时候觉得很孤单 然后你又会想到 就是你自己的亲人 就是这个阿嬷很像我的外婆 然后我不想要让他再受这么多苦了 但是没办法 那那个时候就在这样子的困境里面 我真的觉得那一天真的是给我一个 非常痛苦的一天行医的回忆吧 那过了那一天之后 我想我就是改变很多 就是都会先做最坏的打算之外 也会给家属做最坏的打算 那当有这种想法之后 也许在碰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我们两方都不会再这么 措手不及吧 后来最后结果是什么 他当然就不回来 那最后没有办法来一个小时半 然后还有一个家属好像在台中 那我就说 你们不用担心 就是等一下他应该还在附近 就是阿嬷还在附近 那就算停下来了 阿嬷知道你们没有来 然后但是阿嬷知道你们的心会倒的 那阿嬷现在已经 如果我们现在停下来了 阿嬷就自由了 那阿嬷就会 可以无拘无束地拜访你们所有人 那听到这一句 在场的剩下一个 因为那时候其他人都去找更多的家人来嘛 在场的一个女儿 就比较心软 那就答应我停下来 然后那时候就真的终于停下来了 那那一刻我就真的觉得 对家属很抱歉 然后对病人也很抱歉 让他承受了这么多不必要的痛苦 对 我想最后家属也没有到非常谅解我 但是 我是问心无愧 但是心里我就问长前辈说 我没有做错什么事 为什么会感觉这么痛苦 然后前辈就跟我说 因为你是一个人 对 这是最近碰到的一件事 虽然跟疫情比较无关一点 你觉得会有一个 就是 就像你刚刚讲的 你从这些东西得到资讯资料 然后包含你跟前辈或是老师 聊这些事情 讨论这件事情 你之后的选择会有什么其他的改变吗 我觉得最大的成长还是要来自你自己 那你只能一直透过重复跟前辈或是朋友讲这件事 因为我的朋友大部分也是一届的朋友 你也只能一直透过重复讲这件事情 去抒发自己心里的感受 那你也不是真正要求一个指引或是回答 那你只是一直重复的重复的告诉你 不能忘记这个病人 然后重复的重复的去回想 自己到底做错了些什么事情 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真正的成长 能不能跨过去这个看 还是要看你自己 你觉得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 急诊课对你来说的影响 跟你觉得急诊课是你会继续投入的一个专科工作吗 我觉得我一辈子应该都离不开急诊 因为急诊是人与人联系最紧密的一个地方 然后是能低手帮助到病人的地方 这个是你真的没有办法在任何其他科能得到的事情 我觉得可能我记忆里面就刻着一个有冒险有野心 然后想要上山下海去拯救人的这个精神吧 所以我觉得我不会离开急诊 但是就现在而言从第一年到第四年 老实说吧 我觉得急诊带来的伤害带给我的成就感来说多得很多 包括这个疫情 那包括刚刚说那些死亡的故事 都远远的压过了拯救一个人的成就感 对我想这也是我个心里的一个弱点吧 就是有的人可能就是可以很快的去把这些事情理清 把这件事情放下慢慢的走过去 很快的就拖出这些情绪 但是我不是那种人 对所以我才会写的出这本书 我们今天是来打书的谢谢 你在走入急诊的时候 因为你们都会有分科轮子嘛 实习 那都没有任何其他科是带给你吸引力的科别吗 我曾经想要走精神科 因为我觉得精神科生活品质看起来好像挺不错的 然后就只要讲话讲一讲 然后开药开一开就好了 后来我记得我实习医师去精神科 就还特别填了精神科 填了特别久 就是我要在那边run很久 让老师对我有好影响 这样就可以考精神科了 结果第一天那个老师长就给我指派了一个病人 然后第二天我就说 诶学长病人跟我说他看到了外星人 可是他以前都没有这个主宿 然后学长就说 那是你激发人家的妄想 你把人家弄严重了 我换一个病人给你 后来我就知道这个 我对这份工作没有天赋 我无法 对所以我就放弃了 就只好回到急诊的怀抱 其实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 身边所有的人 我爸加一科 然后他就劝我说 不要走急诊 急诊女生才10% 急诊很累 急诊会被告 全世界人都在劝你 可是你就是会有一个呼唤 就是一个召唤 一个calling的时候 你就是急诊人 那个calling是从哪里跑出来的 我也不知道 就深藏在心里吧 就是你没有办法 就是你如果愿意直面你的内心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去逃避这个召唤吧 对 但那个是在实习过程当中出现的 其实不是 我觉得我在念书的时候就是了 因为我的前一天其实有写 我大三的时候就碰到 马主任就是双合的急诊的主任 然后他那个时候是带我的其中一堂课 那他那个时候就给我很大的印象 因为我们那个小组的课程的老师常常换的 那个时候就是精神科额的老师 带了一个case之后就改急诊的老师 然后还有内科的老师吧 我记得我碰到就是三种不同的老师 那时候他就跟我讲说 急诊就是一个宏观的过程 那你就是要宏观的去解决病人的问题 你不知道病人的问题在哪里 你还是要把病人稳定下来 那时候就觉得 哇学长好帅啊 然后对那个时候就是 从那个时候 我就一直觉得急诊就是最适合我的地方 对 然后就一直没有变 一直走到 就算我去尝试了精神科 就算我就是让了所有的科目 我还是觉得我没有办法离开急诊 OK 那医师这条路呢 医师这条路要看走不走得下去 我都快失业了 最近因为医生其实很多学校开了医学系 那急诊这个科别 其实老实说 不是喝太多酒 然后那个就是急诊 其实就是也有很严重的饱和的问题 尤其是在都市区 所以其实我接下来要去哪里工作 其实是个未知数 但是急诊就是一个急重症的专业 我相信不至于倒霉饭吃吧 有在听这个节目的主任 可以考虑我一下 然后对 反正就是医生这条路 如果我还有能力 我就会走下去 我觉得这是一条 嗯 就是稳定的路吧 讲 偷懒一点就是这样 就是一个稳定的路 我以为急诊这样子 比较 比如说很累 然后压力很大的分科 是很缺人的 但是你的意思是说 是饱和状态 长江后浪推前浪 大家体力都很好 下班还能跑铁马三项 我下班只能吃鸡腿三吃吧 嗯 对 学弟妹们都很厉害 就是他们的体力真的都很好 也应该是说 就是因为 医学系的老师都教得很好 那有些事情 我们可能就是在当主员医师的时候 是训练的一部分 是在摸索的 譬如说超音波 譬如说很多新的插管的技术 那可是对学弟妹们来说 他们等于在学生的时候 就会接触到这些事情 而且是一些必备的技能 所以你很容易被淘汰掉 应该是这么说 对 所以就会变成 在这个行业里面 你就是挣扎着要有自己的特色 然后要生存下去 这样子 不过虽然这么说 急诊还是有很多需要探索的地方 譬如说灾难医学 你看现在十月局势这么严峻 国家局势这么严峻 灾难医学啊 或者是化灾的医学啊 辐射的医学啊 另外救护的医学 这些其实都是一些可以探索的领域 就看你有没有勇气 还有有没有决心吧 对 我刚刚讲说医师这条路的意思是说 你当初会想要 看得出来包含的书里面 其实也有提到 就是你的家学渊源嘛 就是父亲跟姐姐都是医师 对酒正好喝 所有的学长解析都知道我是酒鬼 希望他们不要听到那一支 没关系 我跟他们说我接酒 我是有点喝醉的胖鸟医师 您现在收听的是 马力欧陪你喝一杯 所以你是就是因为家庭的关系 所以走上医学这条路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这样说 不过爸妈都没有逼你说 非要走这条路 反而是像说 比较像说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 然后可能看爸爸做 大概他的生活形态也就是这样 你觉得这个形态是你能接受的 再者你也没有办法接受到其他 很多职业的资讯 我们小时候也没有像是美国 这样子有什么career day 就是大家的爸爸妈妈来讲一下 自己的职业 我也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些 所以看着爸爸走这条路 觉得这条路你是可以接受的 你就慢慢的稳定的 能走就走上去这样 对就等于是一步一步这样跟着 我也没有想过别的 有啦有想过一度 就是我在高中时期 因为那个高中我念的是一所 还蛮文艺的中学嘛 那时候我参加了一个蛮重要的文学奖 就是到现在我在办 叫台积电的青少年文学奖 对感谢护国神山 对那这是我参加过最大的文学奖 那那个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说 如果我连续三年都能拿到 就在高中三年都能拿到这个文学奖的话 就表示我天赋 我一定能在文创界闯出一条路 我就一定改念文学系 对结果第二年好像没拿到 好像就只拿了两年 所以我就要继续找我的学习了 对 但是上天给我的 你这个压力也蛮大的 所以你的文学写作这件事情 或是说写东西这件事情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兴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妈是国文老师 所以我大概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对大概四五岁的时候吧 那个时候就是写作 跟他写什么教师节卡片 就是人家都是写 老师教师节快乐 我可能是写老师 听你那沉重的脚步声 从校外走来 我心里就感觉无端的敬佩 这是国小小一年级的时候 然后老师就是觉得 这个小孩子是怎么样 吃错什么药 对 所以我觉得我对文学的热情一直都在 只是没有地方发挥而已 那就很感谢说 终于还是在某个时候 给我一个发挥的出口 你觉得这一本 对我们还是要回来这一本书 谢谢你帮我提醒的这一件事情 这一本书 在这个写作的过程当中 有什么是比较挣扎的地方吗 就是如果 就是你不能批误病人的隐私 然后你也不能太写一些 就是太 就是你也不能批误同事的隐私啦 对然后 所以大家都喜欢 现在我最喜欢就是看到他们在猜谁是谁这样子 对然后 你说同事在猜谁是谁 对对对然后那个同事其实他们都忘了 就是他们其实我觉得急诊人 就是很多就是多可以把自己调试很好 今天做的事情明天可能就忘了 我真的觉得他们很可爱 我发现最近有 这是一个小插曲 发现他们有一个很可爱的事情 因为最近又是有很多新人进来嘛 然后新人就被念说 哎你有没有看那个医师的书 要记得去看医师的书 好像一种传销的结构这样子 谁没有买谁敢不买这样子的这种感觉 我就觉得还蛮温暖的 靠亲友团成小亮这样 然后我们刚刚是要问什么问题 增长 对好增长 就是写这本书就是 挣扎就是在隐私的部分吧 然后还有一些非常非常黑暗的东西 没有办法写出来 譬如说可能就是我们在 这个整条这个治疗链上面的弱势 因为急诊是第一线 很多事情是你的义务 然后也会有很多要求 但是可能来自长官的 可能来自中央的等等的 那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写得很明白的 对 有人就喜欢把我的这个书拿来跟这个武汉封城日记比 对武汉封城日记就是也是同一个主编编的书 然后其实那本书比较像是报道文学 那本书你能感觉那个沉重的压力更大 那他就是写得更隐晦就是 从中央来的压力那种隐晦的感觉 他就是把它深藏在里面 然后你要深在其中才读得懂 我这本书就完全没有写那些东西 就是因为还是得要换一口饭吃 所以有一些东西没有办法很好地写出来 那这就会让这本书缺少一些就是 好像因为大家都喜欢看到有一个坏人嘛 有一个英雄屠龙的过程 但是很不好意思的就是这里面有英雄 我们没有恶龙 因为恶龙可能没有办法说出来是什么 对 所以我们只能把恶龙当作可能就是那个病毒 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做好自己的本分 我们不是英雄 我们是一群小兵 慢慢地把这个时期度过过去吧 所以这本书对你在医院里面有任何 造成任何的影响或者是 我觉得我的那个老师们很可怜 因为那个今年好像这本书被选成 优良教师的阅读书 所以每一个优良教师 我们医院的优良教师都被迫拿到一本这本书 然后就会想说 这是谁感觉好像在写我 觉得在医院生活没有什么改变 大家都还是这样对我 对 但是我觉得能留下这样一个时代的印记 让后来的学弟妹看到 我们这一个时代经历的过程 这是一个相当令我骄傲的事情吧 所以老师听起来里面有很多老师 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对 就是因为毕竟医学还是一个前辈代后辈的过程 那就是很多师傅 就是都是非常值得惊讶 你一辈子都追不上的对象 那你就想要把它写下来 你也值得写下来 因为你跟不上 我觉得这些老师 我也很好奇这些老师看到 我笔下的他们会是什么感觉 他们也从来不告诉我 没有问过他们吗 不好意思 太可怕了 但被骂怎么办 对他们大概也不是会流露情感的那些人 就像爸爸妈妈 就像那一代上一辈那种严厉的父亲 那种严父的感觉吧 对他们不太会说 是不是他们 或者说你们急诊室的人 都必须要有这么钢铁的外表 他有办法一天一天的这样撑下去呢 我觉得其实是看个性 的确有钢铁一般的人 那也有很多就是出线条 不太在意自己形象的人 然后也有内心很柔软的人 然后也有学识很丰富的人 那也有很懒散的人 我觉得就是急诊也不是一个一同的地方 也不是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都留着我这种 动不动就往死胡同里钻 然后很有野心冒险的这个血液 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 但就是因为这样急诊才更有趣 写这本书才会更有趣 你可以重新去审视这些身边的人吧 这样子过下来 你觉得你的后背怎么看你 我的后背啊 我的后背大概对我会有一个 不切实际的期望 就碰到什么事情 都跑来问说 感觉学姐很厉害 学姐 你跟我讲一下这个 病人要怎么处理 这是什么意思 我就说 去查书啊 重点就是去查书 我们现在学习都是要查书的过程 你才会记得熟好不好 那其实是我自己不知道 可是我还是有的时候 会在陈辉上面看到 学弟妹叫头接着说 那是那个学姐这样子 有的时候还是会看到这个样子 我就觉得说 我不是都戴口罩了吗 这很明显 不想让你们认出来啊 你们可以低调一点吗 对 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也不算都有名啦 但是我觉得写这本书 重点也不是在出名 重点就真的是 留下一个台湾急诊 北部急诊 在抗战之间的这个过程 对 主要是为了这个 那你觉得这个书 像你刚刚这样讲的 目前为止你收到的反馈 主要是什么 或者说哪些反馈 给你印象深刻的吗 我讲一个正面 一个负面的好了 一个正面就是来自 大我一介的学姐吧 因为她是我第一个读者 然后我也很仰慕她 你说第一个读者 就是你写完就先给她看这样子 没有没有没有 是我第一个就是还没有上市之前 我会先收到样本书 他是第一批我送出去的人之一 样书 ok 然后我逼她写150 没有 逼她写新的 然后就一直问她说 你觉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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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问了三天之后 她终于给我的回答说 她觉得她有读到 因为她毕竟比我大一届 那她比我更事故更老练 那所以她就说 她读完之后 觉得她找到了 当初当急诊医师 那个热血跟那个 他为什么 对找到那个初衷 我看到这句话 真的很高兴 我觉得这本书 是不是都在圈内人在看 反正就是 我后来也陆续在 很多医师的社团 看到就是学姐们 学长们 急诊的前辈们 说这本书 就是带给他们 很大的感动 我不知道 有的人可能是场面话 可是有的人 我是知道 就是真正的 就是可能为这本书 流过泪 那这就是正面的回馈 我看的时候就觉得 这是有被看到的 会让我觉得我有 在这个世界上 某个角落 有人跟我共鸣 这大概就是一个 文学者的快乐 写作者的快乐 那我收到了恶评 就是刚刚我说的 很多人很喜欢 把这本书拿来 跟武汉封城日记 或是其他的 疫情相关的著作比 那疫情相关著作 其实很多 他们就会说这本书 感觉很不真实 就算是报道文学 或文学都称不上 一开始看到的时候 你当然会觉得 你也来评论我的书之类的 那后来就觉得 其实他说的对 这本书的确不是报道文学 因为这里面掺杂了太多私人的感情 就是你太多私人的东西在里面 那我不是中立的 那医生应该要是一个中立理智的角色 这本书里面的我 我这个人完全不是 所以这的确不是报道文学 谁跟你说是报道文学 这本书其实也是很难归类 那个我记得我的主编 把它归在社会文学类吧 那它其实不是社会文学 这到底要归在哪里 对 它其实不是社会理论 我刚刚 社会科学 对社会科学类 社会议题 对社会议题 文学小说 华文创作 散文 我觉得它真的 它真的是 真的是不知道归哪里 所以它就每一个都打一个 希望可以打棒 我猜啦 就散文吧 对 然后它其实也不是散文 因为它有一定的戏剧化程度 虽然95%是真的 可它又不是标准意义上面的散文级 OK 对 所以我刚刚去那个书店绕了一圈 就觉得很有趣 有的书店会把它归在心灵理智类 就想说 这是哪里在理智 我最后面写说 我觉得这个疫情会没完没了 不会结束 那有的书会把它归在 就是像您说的散文类 可是您又不能把它归在小说 因为它是真实的 大概95%到99%是真实的 对 那你也不能把它归在健康 文学 健康 这个他没有写健康 没有健康 完全没有教民众任何知识 对不起 他没有写健康 其实就请大家戴口罩洗手这样子 没有健康知识 所以就 就很难归类的一本书 那它也不是大众文学 因为它其实是要有一定的 就是我的同学 就是也有出过书的同学 有说你这本书格调很高 它很还特别用很那个很 然后很高这样子 就是不是一个大众可以接受的文学 所以很难打 我同学是这样跟我说的 可是它又不是一本纯文学 因为它并没有到这么的坚神坚色 所以这是一本很难归类的书 那我也为我写出一本这么难归类的书 自豪 所以我相信这种书引来争议是无可厚非的 所以多上一点节目也可以让人家知道 我真正想要传达了什么事情 就是想要告诉大家 在这样子的生死关头之间 人性是什么样子的 大概就这样吧 所以你的负评就是来自于 大家不知道怎么归类这个东西 然后觉得这个 可能会有错误的想象 如果你的心里是想着 我想看到一个激震的纪实文学 你可能会失望 那如果你想要看到一个情感文学 里面也没有什么私人的情感 可能就只有我单方面来说话 对 那你可能想要看八点档 那些狗血的生死里边 你有感觉不到 因为它是真实的 它没有那个什么跪在地上 哦哦 阿牧哦 那种感觉 都没有 所以有的人会觉得 抱着错误的期待去读这本书的时候 也许会对书里面一些事情产生误解 我觉得这无可厚非 对 那这也是当然就是 让我未来写作的路上 就是可以更改进的地方吧 就是你的主题可能会更明确 然后你可能会 把你想要讲的东西 讲得更明白这个样子 所以你还想要写什么 我还想要写什么 其实我写的东西很多 这也不是我 其实不是我第一本创作 对 就是我前面都被推稿过 当然现在急诊的故事 是会是我创作的重心吧 那就是可能 也是会避开真实的人事物 然后尝试去给 看我文字的人 一些力量跟一些知识这样子 那除此之外 我也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指向 其实我还蛮喜欢那个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那个泰斯格里森 就是写医学精神的那个小说 小说家 我觉得我也蛮想要 有一天可以写出那样的书吧 你说的就是 外科医师 门徒 那个系列 没错没错 其实我一开始写的书 是那个样子 我还被推稿 所以你想要写小说类型的创作 因为小说可以脱离你的人生 你就可以不用顾虑到 对好入座这样子 对对对 那你就可以批评 你想批评的东西 然后也不用担心被辞职的问题 那个是一个 不错啊 但是那个是有犯罪情节的 所以你对于这种犯罪社会写实派小说也是有兴趣的 这样子 不到写实 可是我对犯罪这个议题还蛮有兴趣 我当年在法医学拿到就是全班最高分 对 然后在法医学 期末报告我拿了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在下课的时候 法医学的老师还跟我说 那个同学 这个世界还是有很多光明的 你不要觉得 你不要觉得太挫折了 为什么报告分数高 他会觉得你 因为我那天报告做的好像是心理 就是杀人犯的心理分析 然后我现在一口气分析了12个历史上著名的杀人犯 OK 对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上课是现在很有名的线上的一个法医 对 然后就老师就相当担心我的心理健康这样 没有只是单纯对这方面 有一点点兴趣而已 对 我喜欢那种让身脏腺素能分泌的东西 所以这样会不会太过于高张力了 就是以你生活过日子来讲 如果你喜欢都是这么肾上腺素 然后刺激 然后要急诊紧急的这些东西 会不会有时候觉得人生的张力太强了 会啊 所以有的时候当那个 因为adrenaline就是肾上腺素 它其实像是一个 有时候会像是一个毒品 当它一直被刺激一直被刺激的时候 它消退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全身很疲惫 心里很疲倦 然后产生厌世 然后你毕竟你每天都看到的是最黑暗的东西 然后可能都是人生 人每天 一个人生中 一个人 人生中最黑暗的日子 所以当然就会开始心里也累 身体也累 睡不着觉 但是你的身体是累的 对 有时候很多的时候这种感觉 第二个是你adrenaline被刺激的预止会越来越高 所以你会想要做更多 就是你会需要更高的刺激的事情 对 像我以前是不敢看鬼片的 OK 对 后来我发现说 好像也没有这么可怕 因为 那种被我救回来的病人 也从来没有跟我分享说 我有看到死后的另外一个世界 这并不代表我不信鬼 就是并不代表我不信鬼 但是我就觉得这些 这就是另外一个创作者编出来的事情 对 好像也没有这么令我害怕 OK 所以你在急诊室里面医师会比较容易有信仰 还是比较容易没有信仰 我觉得都有 我看过有信仰的人很多 尤其是基督徒 我觉得基督徒在写一种留科跟在我们急诊特别多 就是他始终崇尚着 我只是说好 我们主任就是个基督徒 他就一直会在他脸书上面分享 或者在住院医师群组里面有抱怨的时候 被主任知道 主任就会说 你们要有信仰希望跟爱 我觉得就是他讲的也没错了 就是如果你有信仰希望跟爱 你碰到一些事情你比较容易去调节你自己 对 但是要让我相信 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人生是被注定的 然后说想有一个神在控制这一切 这对我来说是比较难的啦 对 我觉得我讲完这句话之后 好像是我销量会掉几个百分之 对 是民间信仰家佛教 然后我姐姐是基督教徒 然后我没有什么特别的 所以就是都来 都来 就他们去哪里我就跟着去 去拜拜啊 去拔跪啊 我也跟着去这样 然后我就都没有那种感觉到圣灵感召这个样子 我那时候也跟您就是刚刚问我的一样 我也问过我姐说 因为我姐不是一出生就是基督徒 她完全没有这个环境 我就问那个我姐说 你是怎么成为一个基督徒 她说她要收到一个感召 我就说你那个感召是什么 你可以让我感召一下 所以她是有受洗的 对她有受洗 然后她就说 这个很难跟你讲 就是你被感召的时候我就会知道 所以我就一直在等待属于我的感召来临 结果感召我的是极致 对啊 所以我觉得并不是 我其实我看不起这些有信仰的人 也不是说我对他们觉得 觉得他们怪怪的说 相信一个神 相信一个力量 我相信人都要相信一个东西才能活下去 但是我觉得 信仰对我来说 不是一个能说服我 而且能支持我走下去的东西 我信仰的永远都只有自己的力量 就是你自己没有办法过去 那你就完了 你就结束了 那你自己过得去 你就可以继续发展你自己 我想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可是你在急诊现场的时候 应该也会看过很多就是 你觉得你做完了一切 像你刚刚讲 你做完了一切 但是结果就是这样子 或者是你甚至会怀疑说 其实你好像也没有做对什么事情 但是他就过了这一关 说得太好了 就是有一天我们同时来了两个 院外死亡送来的病人 一个就是轻壮年 没有任何的疾病 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 就一直压胸 然后抽血 就是我们也是在他进来的时候 还是会抽一只血液气体 看一下是不是什么 高血夹导致心律不振 或是太酸 或是二氧化碳堆积 呼吸不顺什么 我们才知道怎么治疗 那他的报告一切数据都是好的 那奇怪他就是走了 那晚上我接到一个病人 那个病人的状况真的很不好 就是又心衰竭 又肝硬化 又肾不好 又反正是什么疾病都有 那奇怪被我自己治 他突然人就活起来 然后去洗身了 那那个时候你就会怀疑说 可能真的有 有他们的时间到了 就是可能你在人生 人的世界上真的有一个时间 就是那个时间点 就是你要说再见的时间点 也因此我觉得我并不是太害怕死亡 就是我觉得该到你的时间 就是到你的时间 对 不过我后来发现 其实这仅止于我 就是我对我的生命这件事情 我不会特别的 不会特别的去害怕说死掉 就是被 包括说被感染这个 COVID-19 这件事情 就是你的保护做好 然后疫苗打好 那我不会特别在意说 可能有一天 病人有突然带一个什么奇怪的病毒给我 然后我死掉这件事 我其实不太害怕 但是我很害怕 我身边最亲的人的死亡 那最近就是一个 我很亲近的长辈朋友 突然被诊断出Terminal Cancer 就是默契的爱症 完全没有症状 然后我们朝夕相处 那 就是那一刻我发现 我其实没有看这么开 我看得开的只有我自己的死亡 我看不开的是 我身边的人的死亡 因为我在意的人很小 我社交圈很小 我爱的人就是这么小小的一错 那 呃 这些人任何一个人损失 或是任何一个人离开我 我都会觉得是一种很痛 就是一个很痛苦的玻璃吧 所以那一刻 就让我一个非常震惊的感觉 就是当死亡是发生在你亲近的人的身上 而且它是以一个非常慢的步调 在发生的时候 你会觉得喘不过气来 会觉得这是一件可怕的事 所以我觉得我最近因为这件事情 重新领会到了死亡是一件 值得尊敬的事情 嗯 对 不然以前我都是觉得 活着就是每一天经历活着就好 反正我也不在意 如果明天就死了我也没有什么未完的心愿 但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就重新的对死亡这件事情 有了新的体悟 就是 嗯 在它还没有完全剥夺你的生命的时候 然后你什么时候的也都不知道 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 大概是这种感觉吧 嗯 好 等我一下 告诉一下观众 是因为我后来用酒杯推到它的电线 也就是一个喝醉的仪式的表现 诶 我们急诊 差一点暴露身份 好 我们急诊其实有一个传统是 以前啦 以前有一个传说是 在入学 因为我们以前急诊竞争非常的激烈 嗯 然后就是在进来之前 为了要测试谁是最适合当急诊仪式的人 会拼酒量 在场喝最多的人会被录取 嗯 这是一个大我六届的传说 嗯 后来因为主任渐渐的不喝酒了 那可是我后来发现他们的不喝酒 其实也喝的蛮雄的 对 所以 我后来也练得不错啦 然后有一次早上四点的时候 我就打电话给主任说 诶 主任不好意思 我急进常委员不能去上班 结果其实是前一天 学长带我出去应酬喝醉了 所以我觉得 急诊仪式其实就是要酒量好 对啊 当然我后来还是有去上班啦 因为我后来睡一觉就 就醒酒了 睡一觉起来 你的急性常委研究自然就好了 嗯 所以我觉得急诊的医师 可能共同的基因是 酒量还不错 就是刚刚那个有提到 急诊室 医师好像都要靠酒量来决定 谁可以入行这样子 他们听说那一届是用晚宫 评审付哦 难怪那一届入了都是男生 我觉得女生还是有新天的劣势 我好像有听说过这么一回事 所以你自己是有什么特别的偏好吗 我所是喜欢Bar Hopping的人 我喜欢喝不同风味的调酒 尤其是店家特色调酒 那我最喜欢的调酒是 B52跟Grace Hopper 这种May酒 那就是马力欧主持人在问我说 想要准备什么酒的时候 我真的很想要说 我们来六杯Shot 问一个问题喝一杯这样子 但是好像有点难以准备 对 我个人是喜欢调酒的 那很遗憾你是现在才来 如果你早一点入行 早一点写出书的话 我们可能在 因为我们的1819年 两年我们都是在酒吧里面录音 对 那个时候就比较容易做到你刚刚讲的事情 但我们从2020年开始就在录音室录音 就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了 所以你喜欢是调酒类型的 没错 OK 然后那如果像刚刚讲的 在急诊室里面那个入行欢迎仪式的时候 没有这种东西怎么办的 就什么都来这样子 就是听说当大家喝的是混酒 然后或者是啤酒 我记得最后一次跟长辈们一起出国的时候 去的是韩国 大家都是疯狂的在开清酒 对 烧酒吧 清酒 清酒 不是Saki Saki是日本 韩国 对啊 韩国是烧酒 不是清酒 真露啊 反正就是我负责倒酒 然后一杯一杯 然后最后面就是想说喝的最少的应该是我 哈哈 结果最后喝醉的还是我 对 虽然我是负责倒酒的那一个 对 我们那时候是说我跟你差几年的年资 我就要喝几杯酒 坐在我前面的是开院以来就来的学长 所以后来我要出门的时候 那个学长前辈真的是很贴心 就说诶 谁要陪他回家 把他回家是今天晚上最重要的事情 我一辈子有记得那个老师说的那一句话 所以老师真的非常爱护我们 OK 所以平常你会有 比如说有什么时候是你觉得需要喝酒的时候吗 诶 主任我借酒啦 那个在COVID-19之前 我是在有 因为我们休假不是很一定 我是在如果有刚好排到两天或三天的休假 第一天或第二天去喝 就是第二天不用上班那一天去喝的 就不会发生我刚刚在节目里讲的那种状况 对 那后来COVID-19发生之后 因为你要学的事情太多 你必须时时刻刻保持清醒 那我也不敢去鱼龙混杂的地方 所以2020年开始我真的是酒喝的比较少 只有在急诊医师自己四人在开红帕的时候会喝一点 那今天提出说喝这个白酒 也是学姐介绍的 就是学姐推荐了几款非常耐喝的白酒吧 那就是在需要一点灵感的时候 或是需要一点助眠的时候 可能会喝 最后一个问题哦 就是你觉得这一本书带给你自己的收获是什么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你得到了比如说一些反馈 或者是你希望留下的一些记录 或是别人告诉你说给他们一些什么 可能回想起一些初衷之类的 你觉得这本书最后当你在翻起它的时候 我觉得这本书带给我的事情 第一个是当然就是在重燃我对文学创作的热情 让我知道我写的东西是有人看的 然后会支持我继续创作下去 因为我是真的还蛮希望自己在文学这一块能有所建树的 当然医学上也是啦 就是两者不分博种不分宣治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觉得我也很好地去审视了这一段时间我所获得的成长 以及纪念下让我获得成长的这群人的身影 他们在我心中是永恒的 那陪伴在我生命之中 陪我打胜这场仗的人也是永恒的 我觉得带给我的应该就是这两点 那至于板碎那可以忽略不尽 真的几乎没有 亲爱的同事们可以不要叫请客了 真的没有板碎 最开心的就是有这个酒喝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了胖鸟医师 然后来马刘陪你喝一杯 那他前一阵子出了一本书 叫做这里没有英雄 急诊室医师的COVID-19现战记 那这本书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厚 那里面讲的东西 的确我自己读起来 有些时候好像觉得他有点暧昧 就是你没有办法把一些东西 讲得非常的清楚 那身在其中的人可能会 比较有感受 外围的人可能看起来就觉得 他好像没那么刺激 就没有那种 会让一般读者身上纤属 崩发的这种内容 但我觉得他还是有蛮多 是蛮令人感动的片段 我折起来的东西还蛮多的 您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段 我觉得是那个身杀鱼多的滋味 所以就是我们刚才有稍微提到 那个伦理的 医学伦理的问题 就是谁可以决定要 其实里面就在讲那个 抢救这件事情 急救最后 什么时候要放手这件事情 那或者是包含了 就是你的资源就这么多 那你要给有机会的人 还是比较严重的人 对那这个当然可能是 没有完全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然后在不同的情况之下 可能每个人做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那您觉得您读完了之后 会觉得有点 应该是说害怕吗 害怕 当你觉得说 你的生命可能有一刻 是被人家决定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生命很多时候 看似 选择当然是以做的 但是很多时候 你也没有办法完全的 做决定 讲最简单的例子好了 当我们在出国 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完全不是掌握在 自己的手上的 你对于机师 他在做任何的选择 是没有任何影响能力的 然后那他也知道这件事情 那也因为这样子 他才能够做这些判断 如果每一个机商 我们来投票 我们现在400个人 然后我们来投票说 现在我们决定要 还是右转 对然后我们现在要迫降 还是要继续往前拉伸 这样子来当按钮 这样子 然后比较多的那个人 就觉得不可能嘛 对啊 你可能真的选长荣或华 对不可能 你不可能做这件事情 这个听起来比较像是 那种什么 那个鱿鱼游戏的 这种东西才会有的情节 但我觉得 人生当中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 没有办法真正掌握 你自己的结果是什么 你必须要交给 可能某种专业训练的人 那他自己也会很增长 可能就像你们一样 那我想每一个 有这样经验的人 大概都会有 都会有这样 但那一瞬间做出来判断 到底最后 好像也很难去讲 他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或是说会不会有更好的 选择 因为可能他就是一次而已 那这种都是最痛苦的一件 最挣扎的一件事情 大概是我的想法 这一课我觉得主持人 非常的帅 比如说我酒喝多了 这倒酒的那一课 其实也不错 好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谢谢胖鸟医师来 马尼奔和一杯 然后跟我们聊这本书 然后如果你还没看过 这本书的话 你可以去买来试试看 看看你的感觉是什么 跟我们分享 谢谢 谢谢主持人